阿弥陀佛 我是禅宗师傅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 阿弥陀佛本身姻缘 有人说阿弥陀佛的信仰 它是来自于印度文明的内部 也就是从奥义书的思想 顶色而来 各位你认为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些学者 他认为阿弥陀佛的信仰 是受到中亚波斯索罗亚斯德教当中的太阳神崇拜所影响的 所以呢 也有一些学者 他认为阿弥陀佛的信仰 是出自印度文明内部 也就是在考史多起的奥义书当中所描绘的 梵天欲作名为无量威力 以及佛教的无量光的理念相通 并且呢这一本奥义书当中的死后世界 在细节上的探讨 与极乐世界有很多为同相似的地方 另外在四川这个地区 一般的俗人见到人们有受难的时候 马上就称阿弥陀佛 表示呢阿弥陀佛赶快保佑庆幸没有发生任何的坏事 但是呢也有人心存幸灾乐祸的想法 有敏伯该这样的一个暗示的语意在里面 推测起来 他的源头是来自于佛教的僧人 带动以及影响这句阿弥陀佛的念法 才不断的广为流传 在原始佛教当中 不论是见面或者是说法结束的时候 也会有一句口头话 通常呢根据泛语或者是巴黎文 他的就念为沙都沙都也就是善哉善哉 那么在现在的南传佛教地区 仍然呢善用这句沙都沙都 而在汉传佛教当中 因为受到信土中非常昌盛的影响 所以呢善哉已经很少人来使用 同修之间大部分呢都是互相道一声阿弥陀佛 以上呢就是针对阿弥陀佛的信仰流传的称谓 来做一个简介 今天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是禅宗师傅阿弥陀佛